由花蓮县家庭教育中心承办的提升父母教养能力、游戏、阅读、律动的活动 11月开始在每星期四的上午和每星期天的下午 是在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温馨的开课了 邀请亲子领域的讲师 透过绘本教学和美语的沟通 又唱又跳又绘本 期盼落实家庭教育和亲子关系的培养 由花蓮县府主办花蓮县家庭教育中心承办的提升父母教养能力 游戏阅读律动 11月的每周四上午及每周日下午 在碧云庄社区发展协会温馨开课 邀请擅长幼儿教育亲子沟通互动的讲师 透过绘本梅语延伸会话手作及唱又律动 协助家长提升教养能力 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 我们借由游戏还有阅读还有律动方式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也可以让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家长 有更好的就是与我们的小孩有更多的互动 终于乔老师他也是叫水晶老师 他主要就是以他的律动以及他的英语教学为主 就是他会借由他的英语带动 然后就是让小朋友有不一样的配合节奏 配合一些美语一些英语的单字 还有一些手作的一些课程 要捏捏东西 让我们幼儿期的小朋友都有不一样的体验 这样子也让家长可以更好的跟小朋友一起做互动 花莲仙家庭教育中心表示 中心活动完全免费 并不断推展各类型如亲职 婚姻性别教育 以及隔代教养 新住民原名等各式家庭教育课程 期盼落实家庭教育与亲子关系培养 提供家长正确教养方法与态度 增进亲子关系 记者长邦彦华林师报导